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 撞新闻 天文又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气候变化比较大 所以今天喉咙 有点干干的 声音可能会比较差一点 听众朋友原谅 有个好消息 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FM90.7大新竹广播的朋友们 我们来了 从2月17号开始 我所主持的POP撞新闻 国际跟两岸的 一个最低手的解读 我们会同步在 大新竹广播跟您见面 请锁定POP Radio联播 往北部FM91.7 陶竹苗FM90.7 也欢迎您下载 POP RadioAPP来收听 或者订阅官方的YouTube频道 都可以听到看到 好 这是一个讯息 另外呢 我们的防疫中心 也特别跟媒体通报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已经针对武汉肺炎 有一个正式的名称 这个名称叫COVID-19 那CO讲的就是corona 就是冠状 VI是virus 是病毒 我们之前说corona virus 冠状病毒 用它的缩写 COVID-19 第一就是disease 就疾病 所以很好记 COVID-19 那不过我们防疫中心 已经也说明了 为了便于大家的一个 这个记忆 所以我们还是俗称 还是叫武汉肺炎 本来当然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特别提到说 之所以定这个名称 就是因为希望找到一个 不涉及特定地理位置 动物或个人群体的一个名称 比如说我们以前讲香港脚 日本脑炎 这些名词 那对当地来讲 当然大家都觉得说不好 所以他们现在想用这样的方式 估计也是中国大陆所在乎的 好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现在在中国来说 现在应该说 进入到一个两难的一个情况 叫做要救人 还是要救世 什么叫救人 就是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发展当中 这个隔离 停工 延期的活动 是不是还要严格来执行 如果从救人的角度 可能是有必要的 可是这么大范围的 几亿人的停止活动 关在家里 那么几天可以 上了到了几个礼拜 已经开始严重了 如果变成要上 要一两个月以上的话 那就对经济 对市场 就非常的要命的 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两难 那要不要来救世 要不要救世 市场的事 所以现在变成说 中国大陆一方面 要采取史无前例的措施 来对抗这个病毒 但另一方面 也要想方设法 严防经济的急速滑坡 有没有办法 能够不要顾此失彼 能够既救人又救世 这是最好的 但现在看起来难度很大 那么2月10号开始的动工 就是恢复开工日 现在开工的情况 不是太理想 所以连习近平都急了 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 就已经提到说 现在很多地方 那么都有一点过头了 防疫过头了 一些措施过头了 那么这个话一讲了之后 现在各地纷纷的又网开一面 又重新调整他们的一些封锁的一个做法 好 那这个做法当然一个是响应中央 第二个当然也看到了 因为在这样子的让人员不能流动 让工人不能上工 那么这个对经济 当地的经济 那么对全国的经济 势必产生很严重的一个影响 好 可是问题就来了 当所有的这些人回到生产线上了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人的群聚的效应又出来了 而目前的疫情 照大陆专家钟南山的说法 那么到这个月的下半旬 二月的下旬 才会达到高峰 那么甚至说 可能到四月之后 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那你这样还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让工人通通回到工厂 让这个原来已经停摆了 这个交通开始恢复通胀 让人的流动 开始来这个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 这个可能对经济是有需要的 可能对旧事是必然的 但是最大的风险就是 会不会让疫情 那么又再度的疗原 再度的扩大 这个就是现在他陷入的一个 两难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在台湾 看到这个状态 坦白说我们要戒身恐惧 也是哀惊勿喜 因为中国经济 万一整个雷崩式的倒塌下来 台湾不可能幸免 因为一个是台湾跟大陆经济的 联动性很高 第二个是 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的 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那万一呢 万一大陆的疫情 这个因为为了救经济而又扩大了 这对台湾也很不妙 因为靠得这么近 这个除非你能够完全的两边都不来往 那么否则台湾受到感染的几率 比其他地方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大陆 现在这个所谓的救人重要还是救世重要的一个两难问题 我们要谨慎的这样子的很审慎的来看待 这里头没有侥幸的成分 好讲到这个 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 这个是说在九号这一天 这个有一个台商 他从大陆用小山通回来 那从金门大最后一个班机 到达台中清泉岗 他准备要回云林原长乡的老家 结果排班计程车司机跟客运的司机 听到说他是从中国回来的 纷纷聚载 纷纷聚载 那这个台商被迫 最后是从清泉岗 台中的清泉岗 彻夜拿着行李 跋涉苦行回原长 走了40公里 走了总共差不多将近12个小时 40多公里 到最后体力不支 向西湖镇公所来求助 好 这个是今天在自由时报的头版提到的 那么不是说这一些这个司机们 这个没有公德心 而是说当他们问到说从哪里回来 结果他回答是从中国回来的 他们吓得全部都不敢在他 好 我讲这个例子 是要讲说 当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人心里头都会害怕 而这种心里的害怕 当他成为一种集体的心态的时候 我们就回到来谈说 这个最近陆委会 这个陈明通主委 骤然的 单方的 没有经过完整的考虑的 去说要 要这个这个 宣布要开放 这个中国籍的配偶子女来台 那么就是在前天下午的时候 偏偏的宣布 后来就引起了民众很多的反弹 我想民众的反弹就跟那一些在清泉岗机场旁边的司机 是一样的 就是说因为啊 现在大陆毕竟是一个重灾区 全世界98%以上的疫情都在中国大陆 其中又有97%是在湖北 那么你现在说要开放 在大陆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台商 或者台湾人的这个配偶 这个配偶呢 他的情况可能还很复杂 他有可能是两边的婚姻 那么另外呢 配偶的子女 有些可能是对方的前一段婚姻的子女 那么这当中啊 当然就会增加很大的风险 这里头可能有人会批评说 这是一种歧视 但是我必须讲当面临到有限的资源 而这个疫情的这个确定性跟恐惧 还是存在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排个优先顺序啊 这优先顺序是好无疑忽 就好像口罩 我们自己要一定要先够 要先足够 你才能够去救助别人啊 这道理是一样的啊 好所以呢 陈明东很明显的啊 这个阿通师啊 显然啊 这一次作秀做过头啊 那么没有考虑的足够啊 甚至去说也没有跟国安会报告 上层都不知道啊 那么就可能是个人的 或者什么样 因为有立委或者台商的陈情啊 那么考虑不周详 只想出风头啊 那么结果呢 就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宣布啊 那么引起很大的反弹 后来他们又修改啊 说要改成有条件式的 但是呢 大家很多还是反对 最后就宣布说 那就用国籍来做选择啊 这个国籍意思就是说啊 你台商的这个配偶或者他的小孩 在出生的时候 在大陆出生 当时你有机会 你可以申请中华民国的国籍啊 但是如果你没有申请的话 那么当时你选的国籍 你就必须承担你这个选择的后果 我觉得这个蛮合理的啦 蛮合理的啊 所以后来就就做了这样的宣布 由我们的这个卫福部的部长 陈时中啊 昨天做的宣布 这个也等于是啊 打了陆委会 打了陈明通主委 一个巴掌 这个要他好好反省啊 事实上像陈明通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他还能不能够升任这个职位啊 是大可以来这个请上级啊 应该好好研究了 好 昨天我们跟曹新成董事长谈到 这个 所谓的武汉肺炎啊 到底背后啊 是不是一个生化的 或者说是一个 我们讲的说这个 生化武器 而且都指向是武汉的这个P4 生化研究所 现在两边当然互相骂来骂去 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请专家 来谈这个问题 今天的来宾是 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特约研究员 曾富生教授啊 那么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啊 我想先提到啊 就是美国啊 白宫的这个高级官员啊 Nevaro Peter Nevaro啊 那么他在被问到 有关中国大使崔天凯啊 那么去否认啊 去批评啊 美国的参议员啊 这个Carton所指称的啊 说这个是从啊 病实验 中国实验室出来的啊 那么崔天凯在反驳 反驳完了之后 这个Nevaro啊 他就说 他说病毒起源最终会得到解答 他说中国终续为疫情负责啊 好 我们今天节目也要从这个地方再开始来谈起啊 来看看 就这个问题上来说 现在中美两方是怎么样来互相指控对方的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啊 曾沃生教授 来到节目下 凤兄早 主持人早安 全国的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好 这个我们刚讲啊 说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 当然还持续的在关注啊 但最近呢 有一个国际间有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啊 就是说这个武汉肺炎啊 到底是不是人工合成的 所谓的这个生化研究所制造出来的啊 那么有一方指向认为 就是在武汉的这个中国自己的P4啊 P4这个生化研究所啊 对 可是中方啊 这个言辞的否认啊 那么同时甚至反过头来 现在有人指控啊 因为中国外交部啊 最近网路上有一个资讯是这么说 说中国外交部正式要求美国做出解释 因为他们在已经撤离的美国武汉总领事馆内 发现到有掩埋掉生物危害的容器啊 这是网路上这样的说法啊 那这个说法在另外一边的人看起来 认为这个叫做先摘彰啦 先摘彰的一个做法 因为现在变成说 互相美国有参议员出来公开的讲说 认为是中国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Thomas Colton 对 Colton 对 他是一个共和党的一个参议员 那现在呢 中国除了说有驻美大使崔天凯 在电视上说这是一个谎言 不是这样 但是他没有提出有利的反驳 他只有说这不是事实 好 那为什么很多人会有这个怀疑 主要是基于几点 我想请你来平息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直觉的啦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死亡的病例都集中在武汉 百分之九十几 百分之九十几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是说因为 P4研究所的那一位研究员 叫做叫什么利啊 时钟利还是 没关系 这个名字都是假的 可能是假的 对 他在2018年曾经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一个说 他们已经成功的能够合成出这种 人造的病毒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这个连中共的军方的网站上啊 也有提到的说 这个是一个合成的病毒 在刚刚事发刚开始的时候 那还有很大原因是 因为既然中方在1月3号 这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 明白的 华春莹公开讲的说 1月3号 中方已经把他们发现了这个状态 跟美国通报了 但是从1月3号到现在为止 美国要组成专家团来调查 中方一直不同意 到现在都吃脸不推 对 不同意啊 那当然 网路上还有很多加拿大的P4研究所啦 怎么回事等等啊 所以刚才 这些东西啊 林林总总 您跟大家也来做一看 你的看法 基本上是这样子 刚才主持人呢 已经提到很多 各方的一个看法 是 当然呢 这些看法是真是假呢 很难去这个证实 因为啊 它里面的分析需要很多 这个科学跟专业的一个基础 才能够做真正的一个分析跟了解 但是呢 我们从这个高层的政治人物 他在公开的发言里面啊 我们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那昨天呢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欧布兰 他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这个对话里面的公开的表示 他没有得到任何讯息 说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是来自于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实验室 他说虽然这个参议员Thomas Colton 他也是美国参议院里面 情报委员会跟军事委员会里面 虽然他很年轻 只有四十几岁 但是呢 他也算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参议员 他很尊重他的看法 但是呢 他站在一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一个位置呢 他没有接收到任何的这个message 讯息说有这个事情 是 所以这个是美国官方最高层公开的表示 是 当然呢 是不是这个生化战呢 当然一个程度上 确实有这个蛛丝马迹 但我们就必须要 从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第一个 就是现在是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 就美中战略竞主里面呢 已经进入到一个各个面向 都开始短兵相接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到底武汉肺炎或者是新冠肺炎 它是来自于一个 生化战的一个 这个战略意图 所造成的一个现象 或者是 他只是大陆内部呢 这个病毒爆发 因为各种客观环境条件 让这个病毒有机会执掌 甚至于扩散 那这个也是中国大陆自己 必须要很深度的来理解 研究的 所以但是呢 从更高的一个战略高度来看 中国大陆呢 面对这一次的 所谓的这个新冠肺炎的挑战呢 他自己必须要做深度的检讨 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让这个病毒 有机会在一个很特别的时空环境 也就是春节期间 然后武汉是一个中国大陆交通的枢纽 它单单高铁线就有几十线的高铁线 往各地去 在这个地方如果引爆的话 如果你没有很早及时的发现 或做有效的一个隔离跟管制的话呢 很快的就会扩散到全中国 当你扩散到全中国的时候呢 你要收拾就很困难了 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现在面临的一个保命 好是保这个 救人还是救事 救人还是救事 救人还是救钱 对对对 这个到底要选哪一个 现在很困难 因为如果你为了救钱 让这个救命的工作 有所舒适的话 到时候可能钱都没有了 对 那现在这个是中共当局呢 面临最大对执政的一个挑战 我们的听众朋友很专业 他们已经给我们的一个讯息 说那个研究员叫石正丽 石正丽 然后呢 有意思的是 这边也提到说 是解放军的一个网站 叫西路网站 那么已经证明 这个病毒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 然后呢 现在呢 他们又有新的发展是 武汉的P4研究所 现在倒回来讲说 石正丽涉嫌 这个修改数据 所以这个 所以可见 你知道这段时间非常多的阴谋论 这个阴谋论当然 大的部分是因为中美互相不信任 所以会互相丢泥巴 我刚讲那些 你要从这个方向讲过去 听起来都有它的几分可信性 倒回来讲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 关键就是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 大国的领导人 他必须在他的雷达幕里面 治国的雷达幕里面 应该要考量到这种可能性 所以呢 他在做一些预警部署的时候 就应该有这些布置 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北京方面呢 应该对于这个武汉 整个失职的所有高阶的中阶的官员 要做有效的处理 但是呢 现在已经开始有点 这个亡羊股牢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这种扩散再下去的话呢 将会面临一个执政权的挑战 对 因为几个地方 刚讲到说 除了中美之间互相在指控对方之外 也有一种说法是 认为说根本就是 武汉P4研究所里头的问题 的矛盾 甚至有人啊 故意可能对这一位 年纪资历都很浅的 实证力 他可能特殊关系啊 去有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在那里头 有人可能对他不满 那甚至故意的去制造 没有想到闯了这么大的祸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 因为你实证力 事实上你的实际的 这个实验的经验根本不足 从到那个高位就闯祸了 但是呢 问题是 这个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好像这个东西已经是 证实从那边出来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 也还要还要代考 这是有问号 因为呢 其实就历史的轨迹来看 我刚才先回到一个 更重要的一个思考点 就是已经开始有人在宣传说 开始在散播这个讯息 或者分析 说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的事件呢 就如同这个苏联 1986年 车诺比 这个核报 这个核子反应炉 这个核电站的一个爆炸事件 一样的状态 那车诺比的事件呢 1986年 然后1989年 90年 前苏田就垮台了 苏田就垮台了 那这个是一个 开始这个 这个message已经送出来了 所以呢 整个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我觉得 这个是我的敏感 它是有步骤的 这个是有安排 有节奏 有步骤的 那到底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布局呢 最后的主谋是谁 这个是非常有趣啦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要从动机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不难从西方找到 我们姑且讲西方啦 西方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你刚刚讲说 一开始就讲说 它就是一个 车诺比的一个翻版嘛 现代版的一个翻版 不过有一点 就是说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纵然去讲说 如果它是个生化武器的话 那么它是从哪一边研发出来 我们刚讲到说两边都有动机 可是的确也 我刚刚有讲到说 几个问题也很奇怪 你说它是野生 它是在湖北的海鲜市场的 野生销售的地方 那你如果真的是野生动物 带来的病毒 那个猎人啊 贩卖者啊 都应该会感染啊 所以呢 所以它 它真的是野生动物产生的吗 那我觉得是 那么 因为现在 从现在很多重要的医学专家 他们的报告里面讲说 第一个 现在这个新冠病毒 到底是如何扩散的 会什么扩散 那么速度那么快 范围那么大 对 到现在是一个 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 对不对 然后根据这个香港医学大 医学院的院长 他最新的一个报告认为说 如果说失控的话呢 全世界 百分之六十的人 可能会受到感染 对 那从这个威胁 这个威胁范围 然后让大家增加了 很大的恐惧感 所以呢 我觉得化繁为简来看的话 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执政当局 或是美国的执政当局 因为现在美中之间 虽然战略禁足 但是呢 他们之间的一个互赖关系 已经变成一个双面刃 是 然后呢 如果说互赖关系很好的话 可以创造出更好的一个成果 但是互赖关系 如果脱钩的话 互相砍杀 好 这个现在问题就来了 因为这个事情 也有人认为说 会加速中美之间的 这个脱钩了 好 但是 不管怎么说 的确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 包括我们刚刚讲到说 为什么 95%以上的死亡病例 都发生在武汉 没有在其他地方 是不是那个地方 有留存到很多 跟生化有关的这些东西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它真的是野生动物 带来的话 那为什么打猎的人 为什么贩售的那些小贩 没有感染 那我的合理的怀疑 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它真的是只有 这个我们讲的 那个病毒发生的 那我有需要到两亿人 把全国八十大个城市 全部都要封锁 因为放在 从武汉开始扩散的话 你看十几线的高铁 一下子就出去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初 这些主管的官员 没有做到有效的一个 防疫的 这个所谓隔离 这个机制 它可以采取封城的做法 或是封闭式管理的做法 只准进不准出 如果这个方法做到的话 我想应该是能够减少它的伤害 但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判断 当然这里面 昨天曹新城董事长先讲了 他认为从迹象来看的话 应该是中国自己的 不小心弄出来的 一个生化的东西 但是因为刚刚您提到 美国也很多人主张这样子 但是美国的最高的主管的这个官员 昨天是说我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No message 好 但是其实中美之间的角力 当然远不止这一端 那么我们另外要看到的一点就是 昨天前天美国司法部 公开的公开的来宣布 起诉四名中国解放军 因为他们涉嫌 来这个窃取 差不多将近一半美国公民的 个人机密资料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来继续跟郑富生教授来请教 好 回到POP壮新闻 这个一个五万肺炎 那么掀起了这个 是不是美中之间有关说 它是不是一个人造的 一个病毒的一个争变 那在这个之外 美国司法部在前天 正式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么司法部长 这个William Barr 那么宣布说 四名中国解放军的成员被控 在2017年的时候 害入美国的一个叫做 信用报告机构 叫做Equifax 那么有组织的 而且非常厚颜无耻的窃取的 一亿多个这样的一个资料等等 他说这是史上最大宗的 这个资料外泄事件 当然现在中国官方 发言人 形体如意又否认的 好 这个事情背后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中美角力呢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美国司法部起诉 这四位解放军的军官 认为他们 这个窃取美国公司的一个 美国公民的一些机密资料 因为这家公司是专门做 这个信用评估报告的公司 然后我们回想起来 在2014年的时候 美国的司法部也起诉过 这个大陆的解放军的军官 他们窃取美国 这个医疗机构的一些重要资讯 还有核武机构的一些重要资讯 再来呢 他们又公布说 这个2015年的时候 也是一样 美国怀疑 这个大陆已经窃取了 美国联邦政府 人事管理局 所有这个联邦政府 这个员工的这个个人资料 这是好几千万笔 那所以这个威胁呢 还有这个窃取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旅馆集团 的一个重要资料 还有医疗机构的这些资料 那这个都可以窃起来 包括联邦政府的员工 他的这个姓名 出生年月日 社会安全号码等等 你说窃起来是说 美国这些指控 应该是事实吧 这个都叫 还没有还没有 之后法院最后判决 没有判决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 假设先说 他是一个存在的话 那你讲的说 可以窃起来是说 中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用意就对了 美国的怀疑就是 他要掌握了解 整个美国国家安全体系 的一些重要的人员 他的一些优点 略点 还有将来可以突破的地方 或者说他的差务状况 他的婚姻状况 家庭状况 医疗状况等等 医疗状况 就可以有机可蹭就对了 对对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呢 也是对美国的 一个重要的警告 是 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程度上 你对中国大陆方面 做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动作 或者是 超过红线的动作的时候 我是有能力 来处理你的 那当然这个 这个大陆方面呢 也回应说 美国方面呢 对大陆的各项的 一个勤收 或者是各项的人事资料的掌控 甚至于说 这个2013年的 这个王立军的事件 是 还有这个 王立军的一些事件 还有这个 令计划 令完成 是 令完成现在还在美国 还在美国 他所带去的资料 对于中国大陆 国安威胁等等 是 双方之间也是一个 相当严重的一个角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这一次这个巴尔的 这一次的这个指控呢 对 一个程度上 我觉得是美中之间 进入一个 新的一个竞争格局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当然呢 昨天呢 大家这个翻开 这个Washington Post 都吓了一跳 是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在瑞士 有一家公司叫这个Cryto Cryto这个 这个这家公司呢 是专门做这个 这个编密码的机器的 一个公司 它是从第二次世界大阵 对 就开始 到1952年正式成立 对 然后呢 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呢 也是一样 它这个编这个密码的能力 越来越强 所以呢 到最后呢 它是跟退 替这个世界多数的国家 嗯 制作这个 这个通讯密码 加密的一个 那个工作 这个能量 嗯 但是呢 昨天 华盛顿邮报 就把它披露出来 对 说这个 原来 美国中央情报局 跟这个 德国的这个情报局 还有这个 瑞士的公司呢 已经合作 甚至于被并购 把这个公司 掌控了这个公司 是 让这个公司卖给很多国家的这个密码机 嗯 嗯 啊 最后呢 都由 可以由美国的情报机构 怎么样 来解密 嗯 有德国的情报机构 可以解密 是 这里面包括卖给伊朗的 嗯 卖给这个阿根廷的 啊 卖给这个 韩国的 是 西班牙等等 但是呢 卖给 他们这个 中国 大陆 对 还有这个 俄罗斯 不买 这家公司的这个密码机 哦 因为他们认为说 他们不相信的西方 做了密码机 嗯 可是呢 美国方面就宣布就说 这个密码机呢 啊 这个这些国家 买了这些密码机的这些国家呢 嗯 啊 跟大陆 跟美国 跟俄罗斯 进行沟通的时候呢 他们还是可以掌握 透过这个管道 嗯 来掌握 俄罗斯跟 中国大陆的资讯 嗯 嗯 所以从 但是这个披露出来之后呢 我们才发现 原来 在2018年的时候 对 美国中央情报局 对 已经把这个公司卖掉 对 他 据说他讲的理由是说 因为现在 呃 线上加密通讯软体 哦 是 越来越进步了 那让这个密码通讯机的 情报价值降低了嘛 不 前面好像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说 东西德统一了之后 哦 那么德国情报局就发现到说 这个事情风险很高啊 是 所以93年他们已经退出了 德国先退出 所以93年到2018年啊 这个 这个都是美国25年的时间 都是美国在在在在在搞的 所以你看 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 一方面呢 美国中情局所掌控的公司 一方面赚你这个国家的钱 对 然后 他的情报员就坐在背后呢 呃 这个 享受你的 这个 享受你的 这个机密 机密沟通的一些资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但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爆出来 嗯 这个才是 有意思的地方 而且呢 爆出来的时候呢 他美国方面呢 尤其这个Washington Post 说 资料的来源呢 应该是来自于 美国中情局内部的资料 嗯 那他怎么 他Washington Post 怎么可以获得这个资料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但是美国说 2018年 他已经这个已经结束了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应该看 就是 他透过这个披露的方式 嗯 来重新警告 一些接受 华为5G 嗯 设备的这些国家 嗯 因为在今年的一月 你是从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一点了 对 因为在今年的一月初 一月中旬的时候 英国突然宣布 这个Boris Johnson 对 他宣布说 英国会有限度的接受 华为 华为 对 这个网通 5G的这个网通设备 是 因为 华为5G网通设备 在英国已经布局很久了 嗯 他只要在4G 加上一些装备 就可以 做5G 嗯 所以可以省很多钱 省几十亿 十几亿的这个英镑的这个成本 嗯 所以呢 啊 Boris Johnson 他决定 就说让华为5G设备呢 能够进入英国的这个5G设备体系 嗯 但是因为5G的网络设备呢 对 如果说一旦国家采用之后呢 表示所有在里面有流通的资讯 嗯 只要有门道 嗯 都可以看得到 嗯 啊 那在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 英国这个破口已经打开了 嗯 如果德国在下个礼拜 或下个月 决定 也是照这个欧盟的规定 就是由各自国家自己决定 是否接受华为5G网通设备 嗯 那德国的破口也打开了 嗯 那法国可能 跟着打开 那整个欧洲呢 就只能像波兰跟捷克 嗯 其他的国家 那挡不了 那个挡不了 就已经挡不了 太小了 然后呢 这个5G网通设备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嗯 用的人越多 就越方便 越有价值 就是越值钱 越不可替代 越不可替代 嗯 就是最后就是强者 同吃 嗯 那欧洲全部都用华为5G的时候 亚洲挡得住吗 亚洲现在只有越南 啊 这个拒绝 其他的国家 基本上都接受 嗯 那日本拒绝 因为日本跟美国太近 嗯 那韩国现在 基本上呢 可能要考虑要接受了 嗯 那俄罗斯 根本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华为的5G网通设备 在全世界覆盖面 超过60%以上 慢慢的 美国为主导的 因为美国自己没有5G网通设备的一个能量 嗯 他是最近有一个提议 就是要并购 这个 芬兰的 芬兰的 Nokia Nokia 还有这个瑞典的 Erikson Erikson 对 但是白宫认为说 这不符合美国自由经济的一个决定 他们要用什么方式 来建立美国为主导的这个5G网通体系呢 是 现在是他们头痛的问题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在这个时候披露出这个讯息 嗯 我认为是倒过来 是要警告 是要警告 警告多数西方的国家 嗯 如果你接受华为5G 是 这个网络设备 网通设备的一个能量的话呢 将来你们的后果就是 跟这个例子 你们可以看得到 以前是CIA监控 全世界120国家的机密通讯 他们以为是加密 保密的 其实 这个卖机器给你的就是他们 嗯 嗯 那现在倒过来 卖机器给你的是华为 这个 等于说美国啊 不许自己接短啊 自己揭露出来 对 这个背后的那个情况 但我这个里头 背后也许很复杂 我们不了解了 但华盛媛邮报的报导 他就讲说是 德国公共电视台啊 ZDF啊 跟瑞士的媒体啊 他们一起共同报导的 嗯 连锁调查的啦 那调查 那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现在瑞士国防部已经说 他们会来展开调查 不过这也可能是虚应的啦 我想可能是虚应的啦 Crypto AG啊 那么它是有一个恶意的企业家 他在二次大战事件 所创立的啊 那后来他逃到美国去啊 那1970年他退休 把公司卖给法国的政府啊 那中情局跟当时的西德联邦情报局啊 把他联手挡下来 然后用570万美元 共同收购的这家公司啊 他卖掉也 他说最后据估计卖掉的是在 5000万美金到7000万美金之间 啊 在2018年把它卖掉了 啊 啊 那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我觉得在跟这个美国司法部啊 是 起诉大陆的解放军的军官 认为他窃取美国的这个人事资料啊 再加上这个这一段时间啊 大陆的这个疫情是等等啊 我一个直觉啊 这个是也许是多心 那我认为说现在大国之间的角力竞逐呢 已经短片讲解 是 那我觉得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这个 现在处在这个非常 非常微妙的一个位置 非常微妙 是 就要非常非常的 节省恐惧 就像主持人开始的时候讲的 而且呢 对于大陆的疫情 也必须要爱惊无喜 而且必须 要站在一个非常 我坦白讲 我认为我们要节省恐惧了 就要节省恐惧 我刚讲说 大陆如果疫情扩大 你要很小心 如果他经济啊 垮掉 你也要很小心 甚至于在如果说 一个程度上 最近大陆的这个军机 对 他的动作已经是一个经营 战场管理的一个动作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他是跨军区多军种 联合作战的一个战场经营管理的 做法在做了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那台湾这边一个程度上 我认为第一个 在疫情 面对疫情这个角度呢 要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 也就是说防疫优先 国人健康优先 其他的一些政治性的话语 情绪性的话语 要少一点 甚至于是民族主义的话语 都要少一点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就回来 欢迎回到 POP状新闻 我们也不得不说 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发生了之后 两岸关系 现在有出现的一些挑战 一些挑战 那我讲的挑战 当然说 一个是因为大陆本身 是一个疫情的一个重灾 而且是一个发源地 一个扩散的源头 那这个就让台湾 在启动防疫的时候 这个轻重 本身 很容易外界也会用显微镜来看 就好像一开始的时候 苏文商讲说 口罩暂时停止出口 就被引起很多的反应 后来证实说 好像是这个政策是对的 因为台湾根本不够用 因为台湾还要进口口罩 还要进口口罩 对 这是一个 然后最近那块台湾 就是说 在做这个检疫的时候 我们比其他地方都做得快 做得早 那现在是 当时一开始 很多人也觉得说 是因为你民进党政府 是一个对大陆 对中国带有敌意的政权 所以才会这样子 但现在事后看 好像这一些动作 又好像未见先见之明 因为台湾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疫情 在全是在 大陆周边的地区来讲 算是很很不错的 好 但是呢 两岸之间 是不是还是没有办法 避免政治上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即使是疫情当前 最主要是一点 是最近大家看到 好几个国家 都把台湾列为 现在开始列为说 拒绝台湾人去 拒绝台湾的飞机去 像菲律宾 像之前的意大利 像越南也曾经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还有几个国家也都有 那么原因是因为 他们根据一中原则 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所以把中港澳台全部放在一块 那这个让台湾很多人觉得很受伤 外交部当然一方面批评外交部 怎么没有去察觉 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 又会感觉到说 在台湾现在讲一中原则 是不是变成是很倒霉 因为变成你跟中国沾得越近 风险越高 这样的气氛 你觉得需不需要去关注 我觉得这个需要关注 但是不要夸大 那因为呢 很多其实很多国家 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微妙性 并不是那么清楚 不是那么了解 他们的一个官僚结构呢 就是这个一个程度上 就做了一个硬性的规定 然后底下就执行 那没有考虑到这个微妙性 所以当然现在呢 问题是台湾自己本身的确诊病例 也有这个十几例 对十八 十八例 但是呢 这个疑似病例呢 还有这个居家隔离的 也有这个上百人 对 几乎上千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这个其他相关国家 也会恐惧 是 那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也情有可原 所以第一个 我们自己本身不必过度情绪化 那面对这种状况呢 所谓这个离中或脱中远中 这些情绪性的因素 在这个时候 要尽量的下降 那我觉得我们政府呢 在这个处理这件事情里面 要回到专业 回到第一个 防疫优先 对 国人健康优先 就讲这两句话 但是你一国人健康优先 就开始有争论了 有人就讲说 你看你就只 要台湾的才行 所以对陆沛歧视 有人就讲了这样的话 那这个话 其实出来一个程度上呢 就看这个陆沛他的国籍 国籍 对你刚才讲 就是我们刚刚昨天讲的 国人优先 尤其是那个你台商 娶了大陆的女子 生了小孩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 中华民国的国籍 那如果你当时 你选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就是一个选择了嘛 那防疫优先 国人优先 国人健康优先 对 那情绪性的话呢 少说政治性的一个夸大的解释呢 其实也是要能够尽压避免 因为我觉得现在两岸的氛围呢 不能够再恶化下去 那对于大陆的一个发生 这种那么大的一个挑战呢 我们也是爱惊勿喜 更不能够见烈欣喜 因为中国大陆的一个动荡 或者是陷入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混乱 那台湾第一个一定守当其冲 未蒙其力先受其害 所以呢在美国现在他们内部 高层的一个讨论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现在已经慢慢浮现出来 就是美国必须要考虑到 怎么样对台湾真正是有利的 而不是用台湾考虑用台湾来激怒中共 那这个两个观点呢 现在在美国这个政策高层里面呢 有激烈的辩论跟讨论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氛围里面 我们自己要主动的向国际社会 释放出重要的讯息 我们希望中国大陆的疫情 能够很快的获得很好的控制 能够尽快的解决 最关键的是要尽量尽快找到这个疫苗 疫苗 这个才是釜底抽情之剂 这个解药如果 当然乔说要18个月 是啊这个就太久了 那有办法的话 那个这个详尽办法来 把这个疫苗找到 然后大量生产 我觉得现在关键 这个是真的关键 我觉得中美之间要合作了 要合作 这里面中国大陆 我坦白讲不知道 人家会怀疑就是说 为什么到现在都已经一个多月了 还不让美国专家去 要去了 那是 昨天您决定 那是WHO的啦 但是美国医生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至于您刚提到的两岸 这个的确也是一个 但是我注意到一点 尽管有一些网路民众 酸民 甚至一些名嘴 很多的这种挑拨 煽动的一个情绪 我们的准副总统赖清德 他的有一段谈话倒是很好 他说两岸有共同的敌人 也有共同的目标 应该要合作 所谓共同的敌人 就是传染病 天灾啦 这些东西 那共同目标是要增进 两岸人民的福祉 我觉得这个精神 是的确很重要 那这个精神要说到做到 对 那这是一个部分 那我也注意到 蔡总统当选连任之后 基本上为止 他也提到 希望两岸的合作 还是能够有一个 对他有一个期待 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 是大家要 也要有一个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最根本的问题 即使撇开人道的立场 撇开人道的立场 大陆出现任何的 不堪承受的动荡 不管是疫情还是经济 台湾都是首当其冲 所以你就算不是为别人 你也为自己着想 可以这么说 战略格局高度要拉高 要拉高一点 对 而且这里面 我们真的不能用一种 说 我好像就回到 过去的冷战时代 我就不相往来就可以了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现在当然有人讲说 中美要脱钩脱钩 讲归讲 真要脱钩 你也不想要脱到什么时候 那美国基本上 他认为是应该 局部脱钩就可以 全部脱钩是完全不可能的 就保一部分的生产基地转移 那也只是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好 所以因为今天 刚刚昨天主技术刚公布的 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已经下修了 到1.8 那今年一整年的经济生产率 可能也都不乐观 那中国大陆更是 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 现在外资外商的一个预估 大概不会超过4% 那如果疫情还持续拖延的话 甚至有可能再剩下一半 也就是说剩下3% 那全年的话很可能就要破5 那么这种情况底下 跟大陆的经济有高度联动性的台湾 要怎么样去趋吉避凶 这就是现在政府 一方面在防疫 一方面得好好思考 我们整个经济今年 要怎么处理的一个问题 非常谢谢郑富生教授 谢谢听众朋友